鉴于12年国民基本教育在108学年度起 依照不同教育阶段逐年实施新课纲 因应这个素养导向 中华民国全国家长教育协会 在华联高中演讲厅举办了111年 国民小学学生家长宣导说明会 县长学生会特别到场致意 感谢华联县所有家长们 全力支持华联县政府的教育政策 让孩子可以安心学习 111年国民小学学生家长宣导说明会 并且在华联高中召开 现在华联县也到场致意 并表示 得才捐备是现金教育推行的重点 而在家庭教育当中 父母的生肖以及言教 是决定孩子们未来发展的关键 感谢家长们重视孩子们的教育 孩子无论在哪个阶段 陪伴是最重要的 陪伴才知道孩子们学习到什么 父母从中也可以以孩子为师 再一次重新学习 从中观察孩子给予两三的引导 很多的家长如果知道的话 花莲县在推小论文 今年已经是要第九届了 第九届或第十届 其实这都是我们在让孩子 在第一个学校是共同讨论 跟同学同才共同合作 共同合作 而在家里其实就是家庭的合作 所以一脉相传 其实我真的觉得教育 就是从我们自己家里开始 从爸爸妈妈如何带自己的孩子 领自己的孩子 然后现在父母要很专心的 要关心孩子 而关心互动 其实就是把心动电话放下来 就带孩子去爬山 让孩子慢慢跟父母亲近之后 然后孩子会讲述 因为放松了他就会开始讲述 看到什么讲什么看到什么的 这时候亲子间就会互相的拉近 而且你也可以从生活中观察 他的悠长 其实这是以前我们家长教我们的 没有教我们 我们是跟着一步一步来的 那另外为什么要跟亲师 要做很好的连结 家里是家长 家 然后在我们家庭教育的延伸 就是学校 而学校端其实就是孩子的交友状况 中华民国全国家长教育协会理事长 陈仲良表示 合作共好新课纲的实施 主要让学生在不同教育阶段多元学习 事先发展培养信息以及能力 有必要协助学生家长 辅导职人们从国小教育阶段开始 透过多方探索以及体验 建立事性多元学习的经验 落实亲师合作 找到孩子们兴趣以及兴向 而在国中教育阶段顺势培养能力 并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 依起兴趣 兴向以及能力 适性入学 记得小议 欢迎收到 揭数